主要是要抓到哪一点呢? 5过来,对不对? 其实就抓到这一点 那这一点呢,我们要怎么样产生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直接画一条线,然后往下追踪 追踪之后,这边的话是点一下线之后 从这边追过来 追的话,就是只要有虚线就可以 比如说,我等一下,我的第一点是在这个下方多少? 我不是在上面,我在跟它对齐的下方5的地方 然后呢,再帮我往这个方向,拉一个水平 拉一个水平,然后水平的地方5Enter 这一点的空白键结束 这一点的什么呢? 突出来这个部分,才可以帮我们画出一个环境阵列 不然的话,环境阵列一定会乱掉,接不起来,对不对? 不过,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 一般还有一个指令叫Pk 不过这个Pk,特别注意,用的还蛮多的 只是说,它难度有比较高一些些 像那个半天29级,如果你用Pk的话 也会画得比较快 比较快 所以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一样是环境阵列 这边就是环境阵列,是圈圈这一个 然后把这个我们要的部分,不需要画那条线 没有画线 把它选起来按空白键 接下来它问你中心点在哪里 那中心点,中心点特别注意,中心点是在哪里呢? 中心点是在这边下来5,过来5 所以你可以在他问你的时候,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指令叫Tk Tk就是我现在要用追踪的 Tk就是追踪的意思 追踪,也就是我要怎么追踪 我要从这一点,往下5 然后往这个方向5,就追到我要的点 这个流程特别注意 第一个,中心点先打一个Tk的指令 Tk,Enter 然后它会出现第一个追踪点 第一个追踪点就是从这一点追 所以你怎么样呢? 点一下给他 他问你说呢? 下一点之后,那下一点往这个方向 下一点,第一个追踪点点一下,往下 记得你可以往下拉多一点,没关系 往下多少呢?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5 往下5,5Enter 他就会追踪到哪里呢? 追踪到,有没有看到? 他现在的点的位置在哪里呢? 在这个下面呢? 他告诉第一个追踪点往下5 到这里,对不对? 然后再来你往这个方向拉 拉多少呢? 这方向往这个方向拉 拉这个方向的时候呢? 他问你说,请你问一下下一点 那你给他方向,并且输入距离为5 5Enter 你会发现,这个点就是我们要的 这是我们的中心点 我刚刚都没有画幅度线,用TK的 那你最后追踪到的时候呢? 你先按Enter之后 最后确定的时候,再多按Enter 等于说这一点就是我要的 Enter 这是中心点 所以TK,低点点,端点 然后往下输入5 往右输入5 最后确定这一点,再一个Enter 这是我要的 所以TK指令有点复杂 但是呢,其实那个流程应该要习惯做 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这里的话输入4 360Enter 这样就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第二种方式是 我没有用画线取得一点 我用TK 所以特别的中心点TK一下 然后第一个追踪点往下 然后再往右 这一点就追踪到 追踪到记得哦 好,这一点就按两下 其实就是Enter 再Enter 就确定了 好,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这个 范例28的 用TK的指令来做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范例29 其实也可以用到TK的指令 TK指令